各位朋友,今天就在我的視頻裡 開始為大家介紹一下我拍過的照片 在介紹之前,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照片 一些是藝術照片、藝術照片、時裝照片 很多很多種照片 我首先要強調一件事 攝影本身沒有對和錯之分 只有好看和不好看 所以每一個攝影人或是攝影外套者 或是市警司之類 其實每一個都有獨當一面的作品 只不過有時在數量上 如果是職業市警司 可能在數量上會多一點 因為她的時間多 她的訓練出來的技術 亦可能比較多 所以在攝影界 攝影在我的角度 是沒有分對和錯之分 只有好看和不好看 我強調多次 在一些創作意念的照片 例如藝術照片 她可以加很多視鏡師 或是視鏡外套者的創作意念 甚至乎她的隨機創作意念 有些視鏡師去到當地 突然間她的靈感到的時候 就會拍了一些她自己超脫的照片 諸如此類 這類型的照片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改來改去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為了美感 大家都看到網上很多照片 只是界面不同 和表達手法不同 所以不同類型的照片 她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接下來介紹我的照片的特質 首先我是一個商業類的 Lenscape的全景視鏡師 有一件事在西方裏 就是一個真實性的認受性 以及一個攝影師的操手的認受性的觀念 譬如大家都不想 那些新聞照片 裡面加一塊東西 影響了她的真實價值 變成一張假的照片 在這方面 在Lenscape是很注重的 尤其是在商業方面 那方面就不強調那麼多 因為始終都有一個操手 我亦不能說太多這類型的事 免致有些朋友誤會了 小劉好商業 其實不是的 那是我的工作範疇 在介紹一張照片之前 首先 越大張照片 她的尊崩位就越多 所以大家在外面 會看到很多很大的照片 她都很簡潔 目的就是因為製作人 或者作者 或者攝影師 很害怕裏面創作的東西 露出破綻 即是一張越大的照片 她就越容易露出破綻 在Lenscape裡面 好像剛才說過 如果是一些真實認受性的照片 我們不可以加減多少東西 亦都不可以加一塊東西 影響了她的真實性 我們只可以在裏面 做一個微調的動作 因為在譬如調色 各方面的東西 都盡量去到肉眼所看到的環境 為何要這樣呢 就是在Lenscape的攝影人裏面 即是大家看 宋造Graphic 他們都是屬於Lenscape的攝影師 或是WOW的攝影師 他們為何會留在山上幾年 甚至乎幾個月 諸如此類 目的就是因為他們要拍到他們要的東西 但裏面是不可以改動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在我的理念裏面 就是有血有肉有靈魂 聽起來好像很不雅 其實不是的 有血有肉 即是代表那個攝影師 或攝影愛好者 去這個地方去了很多次 他的目的就是 要為了去看他想看到的東西 即是譬如他一次看到 即是譬如他要看的是雲海 但去看一次的時候 都未必看到他要的東西 所以通常一個 視影師或是視影愛好者 都會去很多次 這個就是身體力行 即有血有肉 就是代表他的身體力行 恆心 接著有靈魂就是 他去了很多次之後 他終於遇到天 讓他看到現在想看的東西 這樣有靈魂就是 就是這個視影師或是愛好者 就是用他訓練了很久的體力 或者他的觀察力 或者他的表達意念 諸如此類 就記錄了現場的環境下來 就分享給大家 這是一個交流 即是靈魂就是交流 所以這三樣東西 在一張比較有價值的 Landcap的相片裡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們事不宜遲 都沉氣了少少 為大家介紹一下 即是我的相片 這張相片 已經是七八年前的相片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是沒有再遇過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 為什麼我會覺得很好看呢 首先第一件事 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是接近沒有什麼破綻的 因為在整個大環境裡面 很多東西都很齊整 也沒有一個叫做搭境的現象 搭境的現象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好像現在中隱這兩支針 很多時候因為位置 不太準確的時候 又或者無法遇到好位置 就會搭到中環中心這裏 兩棟大廈總之互搭 不太美觀 然後如果是有些船 各種東西 可能會搭在這些線的位置 即是這些雲的位置 那邊的位置 不太美觀 接下來到這裏 幸好這艘船 一直走過的時候 它是見到的 如果它見不到 譬如在這裏裡面 有一部份船在這裏裡面 那就有缺陷了 所以這張照片 我認為暫時來說 這個環境 它沒有搭 所以完成了第一件事 就是它沒有搭境 這方面沒有限制 第二件事就是 一張越大的照片 越需要越連貫性 連貫性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環境內 是很困難的東西 連貫性在這裏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 雲 一直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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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連貫性 就是在這裏 一直飄過去 好 這個雲 在這裏 是剛剛好 有少許 碰住了西九這個位置 好 在西九這個位置碰住 即是有線性就會黏住 接著就會突顯到 這個窩位 即是ICC這個位置 突顯出來 如果這個情況 如果它是蓋住了 一直過畫 就會沒有這個連貫性 就會變成 這一塊和這一塊是分開的 甚至乎這一塊和這一塊都會分開 所以 這就是這張照片的連貫性 第三件事就是 就是雲的形態 雲的形態就是 這種雲是很特別的 因為上面是一層很厚的雲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這一層很厚的雲 通常它是會有 即是 我們稱之為沒有細節 即是沒有細節 裡面是白色的 但是這層 上面這層雲 它是有細節的 現在這裏 接著 在下面這裏 首先它有一個視覺的線性 在雲那裏 就是日出的光 在這裏 接著漸變過去 一路漸變 好 接著在這裏 有少少日出的光 呼應它 好 接著 在對面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線性的雲流下來 在這裏 有一條線性的 即是水平線的雲帶 這樣 就會形成了一個叫 互相揮映的現象 這個互相揮映就是 這裏 不公式的雲海 接著 這裏 公式的雲海 是造成了一種帶動 即是說 線性就會 在這裏 一路看下來 好 過來這裏 好 接著來到這裏 又會翻轉頭 又流下來這裏 所以這張相片 在視覺點裏 就會不斷循環 不斷循環 這張相片 我覺得現場裏 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 好 接著 其中 另外 即是第四五項 首先 影雲海 我們很忌諱 就是它整幅過 但這個 不是分對同錯的 因為環境已經在這裏 但是 在我角度裏 如果它整幅過的話 它遮住下面 很多東西 沒有東西看 這個是差一點 它看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上面這裏 很多時 它雲海裏 會露了最高的幾棟 即是這一棟 總之是最高的幾棟 下面就是一層雲海 只會見到尖 只會見到尖 這些相片 我遲些都會跟大家分享 那一種 就是另一種的情況 但是我認為 如果一張 比較表達能力 再強一點的 鏡頭的相片 我就認為 必須要整個環境 看到了 然後 裡面 就有 雲海在襯托 因為畢竟 在拍一張相片裡面 我們現在正在拍攝 即是拍攝 這個Habar這個位 如果全部的雲 是遮住的話 那這張相片的主題 或者是 想表達的東西 就已經不是Habar 即是變成幾棟樓 即不是Habar的主題 這些東西 就沒有分對和錯的 首先我再三強調一下 即是沉氣一點點 其實一張相片 你去到看到形態 就拍了下來 就已經很足夠了 即是你認為漂亮 拍了就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 相片裡面 真的沒有分對和錯 只有漂亮和不漂亮 即是 如果大家覺得這張相片漂亮 那就是漂亮的了 今天就在這裡 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 又會看另一張相片 多謝大家 南瓜 視頻